来关心国际重要讯息 俄罗斯媒体透露 乌克兰遭罢处的总统亚努科维奇 今天晚间将在俄罗斯南部城市 顿和罗斯托夫举行记者会 这将是他逃离乌克兰后的首次现身 亚努科维奇27号稍早 透过俄罗斯三家主要新闻通讯社 发表声明表示 他认为自己还是乌克兰总统 但请求俄罗斯确保他的人身安全 不过没有对他的下落多做说明 根据亚努科维奇的随纵透露 记者会将在台湾时间28号晚间9点举行 地点尚未公布 乌克兰国库在亚努科维奇任内 短少370亿美元 另有700亿美元被转移至离岸中心 国家债务达到750亿美元 同一天 乌克兰国会任命亲欧盟的乌克兰反对派 抗议领袖耶森尤克担任临时总理 直到5月举行总统大选为止 美国白宫也发表声明 承诺美方全力支持新政府 不过一批蒙面枪手 近战乌克兰亲俄罗斯城市克里米亚议会 展示克里米亚式俄罗斯标语及挂起俄国旗 同时当地议员表决通过 5月25号乌克兰总统大选时 将举行克里米亚独立公投 克里米亚议会外聚集的大批示威抗议民众 为这项决议表示欢呼 同时俄罗斯战机在乌克兰西部边境地区不断巡逻 前一天则宣布派驻15万部队 在乌克兰比林地区演习 乌克兰目前急需40亿美元左右的译注 乌克兰临时政府正持续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就经济局势恶化 如何取得贷款进行谈判 新唐人亚特电视业绩电影